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他才能俯处我背后的疤痕 我为他怀胎 生养孩子 病了的时候 他趴在床前吻我虚弱的额头 虚弱的缅甸游在沼泽中沉沦 梦中他向我伸出一双手 不断地惊怨而陷落 我看见大不列颠的船舰在黑暗中 昂扬地穿入伊洛瓦底江上游 1886 因应帝国征服了佛陀之土 殖民则带来了种植的技术 揣想 喂饱了我们的民族 就喂饱了我们的灵魂 罢工和抗争换来了新的国家 新的诅咒却跟着诞生 持枪蛮横的军人 逮捕总统 关闭大学 枪杀群众 莫非那注定是翁山家族舍身之土 像父亲一样 为了爱 必须用肉身抵肠 年老的母亲写信来 说她比缅甸病得更深 这一次 我必须推开英伦重重的大物 抛夫别子 回国去 尝那毒花苦果 佛陀慈悲 赐给我空拳赤手 抵抗十万甲奏 喜日和父亲并肩的同伴 今天却退化成猛兽 尼温他下令枪决投票的结果 背叛革命的人 当然也背叛了佛陀 在群众里 我听见他们高喊着 翁姬 翁姬 除了羞难的笑容 我多么想 啊 为自己的词道 而低头认错 那些年轻的士兵 在我被软禁的处所外 点起了纸烟 为了肚子 就算主食天上的星星 佛陀也会原谅他们 如同爱连自己犯错的孩子 这一次我将选择饥饿 轮回之中 只有佛陀才能 才能收割丰硕的五谷 绝食绝食 舍身似乎 佛说生命不止于一灯或者二灯 在太阳还没照到的地方 事不断情 愿做饥饿的众生 在沉默的佛陀面前 圆满的灵魂 一如他俯处着我 干枯的肉身 遗失的哈达 我们携手站在转世的渡口 船就要来了 我们深深的对望 来生中将如月圆满 骗照十方虚空和我们的心房 然而风起转狂 吹走了戏在你井上的哈达 你心爱的哈达随风而飘 我去追他 催你先上船 以为下一艘我就能赶上你 谁知哈达飘得那么快 翻山越岭 飞过大洋 五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他 再过三十年 你坐在堂上说法 依序为生病的身躯 祭上哈达 祝福迷途的灵魂 肩后充实 如架上葡萄的果肉 称得饱满 轮到我了 我弯腰接受你 为我祭上哈达 那今生密住的镣铐 我从怀中取出那 遗失过的哈达 看见你眼中有滚滚紫色泪光 紫兔 白色血缘上 月出一只紫兔 毯子间花花长满了木树 这个冬天 我们剪裁星河微布 最亮的那颗天狼星 留下来 当作百年后陪葬的绣寇 阿 子兔子兔 鼻 脚兔兮 未着半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